香港的GDP其實是怎樣呢? 我們有數據,我開始那一年就是1960年 我就由60年給到1997年 即是香港高增長階段37年 1960年,香港的GDP是13億 1997年是1773億 是增長了130倍 人口升了40%左右 其實增加了1995%左右 那就是比中國這幾十年的增長快 是快了50% 我們隔絕了和大陸的經濟來往 香港自己變成一個工業中心 和大陸是在買水 買豬肉等等 大陸產品是燒不到來香港 香港的東西也都賣不到去大陸 兩個經濟體是完全隔絕的 去到七幾年,香港人是不敢回大陸的 怕回大陸被人拘捕了 其實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回大陸 1976年 好 1980年 這一段階段 就是香港的 食人口紅利 和這個 廉價工業出口 工業化的階段 大家知不知道 以香港的彈工小的地方 那時候是五六百萬人口 香港 成衣出口世界第一 玩具出口世界第一 中標出口世界第一 假發出口世界第一 厲害嗎 現在 聖誕時出口 都是香港的第一 全世界 大家明不明 你看看觀塘那些地方 你就知道了 香港做到全城時期 是有百二萬的產業工人 整理了世界的工業 去到八五年後 其實 就開始 將這些 就是 去大陸 於是 我們有 第二個階段的 高增長期 其實 香港 還是第二個階段的 高增長期 直至到 除了 1997年 那個金融海嘯 插了水下來之後 香港 去到 2010年 都大部分時間 是在6%以上 這個時間 就是香港發生第二度創業 每一個地方 經過在第一階段 第二個階段 你要找到一些穩性的東西才行 日本 就有些技術領先 就是全世界了 電視機 錄影機 全世界 Walkman 全世界 風魔全世界 香港厲害 香港有兩件事 就是領導世界 香港 你不要管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對不對 香港的貨櫃碼頭 在這間院 是世界第一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的貨 開始下香港 由香港的貨櫃碼頭 就輸出 現在 當然是跌到很低 跌到七八 那時候 是跟新加坡爭 世界第一 我們的貿易服務業 而那些產品的包裝設計 都是在香港 香港做了一些高增值的事情 這個當然是 大陸有幫手 不要坦白說 所以 香港的經濟劑質疾長 除了這個階段 低一點之外 是兩三四個百分之外 幾乎 是去到這裡 已經是三萬元 已經是完全擺斷了中等收入行政 一定要有第二創業 而第二創業 是隨著自由化而成長的 你不能夠有一個高威權的地方 進行第二創業 一會兒你看看每個地方的圖表 你會發現 是一樣的 是除了一個地方 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 是打破這些例子 台灣呢 GDP增長是多少呢 是由1951年 至1991年 我聽了40年 聽了40年 就是這張說 台灣的經濟增長是多少呢 它是由 11億 1951年 全台灣只有11億 去到1991年 是1873億 台灣40年 是增長了幾倍呢 是增長了150倍 台灣40年的增長 是150倍 台灣的增長 也是分為兩個階段的 我簡單說給你聽 高增長期 這個就叫高增長期 如果說台灣的增長壓 是嚇死你的 他高增長期的時候 不是像大陸的高增長期那麼少 這一段時期 厲害了 16% 13% 12% 13% 11% 11% 年年 13% 17% 1974年 1974年 是增長了31% 1974年 是增長了31% 大陸的外匯管制 第二個階段的起飛 就是掌經國 解鎖了威權政府 八幾年開始 新宿科技 台灣就是用電子的優勢 是領導了世界 這包括了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今天大陸出口 都是靠這些台灣廠商為主 除了有台索 這些做化學產品 一早就很厲害了 紅海集團 建了十幾年 是單手 佔了大陸出口的5-7% 全大陸 第一 叫港達 其實大家不認識的 港達 就是做notebook 做筆記電 沒有的 也是青紅世界的 台灣的手提電腦 就是台灣 HTC 曾經試過這麼厲害 這間手提電話公司 甚至被人鬥了之後 可以告訴你 到今時今日 我們在所羅門群島 裸礦的技術 都要和台灣廠 合作 台灣廠 是這麼厲害 今天 大陸 全對全世界輸出 頭六名 原來都是台灣廠 只不過台灣廠 這些廠 我們說 他發完這團令之後 到了九幾年 他就全部搬到大陸了 所以 和人才的流失 是令到台灣 流血不止 而因為兩岸的政治形勢 大陸資金 就沒有回流回到台灣 而台灣廠和香港人不同 香港人做到一段時間 那些錢就會寄回香港買樓 台灣人不是的 他擴大了生意 所以 他的台灣廠 到最後 他們不停擴大生意 他們不停擴大生意 這個 這樣的常居人口 在大陸 其實是去到百幾萬人 台灣 以前東莞 你看看 厲害 哪裏東莞人會吃崩囊 全是就台灣人 你知道嗎 但anyway 我都講過給大家聽 這個就是 而第二階段的發展 就是隨著民主之後 解了嚴之後 你不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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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做第二階段 你不自由化了 那些人思想 進步 其實是很難去創新的 其實是 是有第二階段的發育 台灣和大陸才有 做生意要嚴肢的 就是說 我這間公司 authorized capital 1000萬 pay up capital 100萬 香港你就承認了這100萬 如果有 真的不幸運 你這間公司倒閉 那你就要證明 你虧了100萬才行 你明白嗎 有限公司的責任 就是你會負責 虧到100萬 那這個是全世界的準則來的 只有在台灣和大陸 才有 要嚴肢 就是說 你說有一百萬資本 你就要放一百萬資本 在公司上 這一百萬呢 是可以公司要來做生意 就不能夠調走了他 調走了他 就叫非法抽資 走資 可以坐牢的 我有一些新家朋友 在大陸就因此坐牢 在台灣朋友也有一次坐牢 就因為說他調走公司的資本 這些是鼓動法律 我有一個朋友問過 那時候問過 是誰的 溫家寶的 為何要有這些法律 你很麻煩 令人做生意 溫家寶說你不知道 街上有很多壞人 他們會騙你的 韓國的GDP 這個就是平均線 8%以上 二十多三十年 長期都是8%以上 你覺得韓國的增長率 這些數據我給大家看一下 由1960年至1998年 三十八年之間 韓國的經濟增長了幾倍呢 是增長了90倍 厲害嗎 然後由1998年到現在 又增長了4倍 如果你由1960年計到2017年 這五十幾年 大家一起比一下 由60年至57年 中國就大件事了 因為中國幾乎那些 幾乎沒有增長 都是只有50倍左右 韓國是增長了400倍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我又是劃開兩個階段給大家看 自由花前和自由花後 分野念 其實呢 去到90年左右 香港人 獨裁政府的時間 在這個階段 也都是採用廉價的措施 負負責大財團的措施 來建造出來的 計劃產品 平價 平價 這個大家是全一樣 但是去到這裏 1990年左右 韓國已經去到12000元 那個美金水平 是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 後一個階段 就是 魯太瑜開始把政權 share 了給金泳三 韓國就開始自由化 民主化 而且呢 到了金大宗 他就由得大嶼倒閉 那些財團 不容忍這些腐化 於是那些財團 就用火重生 因為他將經濟 徹底自由化和開放競爭 這個金大宗 正是這樣 他就有了這個階段的增長 是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礎下 作第二階段發動 於是某些產品領先世界 你發夢都想不到 有一天 韓國是可以打敗日本的電視機的 日本不敢做電視機的 這個厲害不厲害 OLED技術領先全世界 世界上兩間加工廠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chips 晶片 就是台積電 和Samsung 其他的是遠遠落陷 蘋果一定要他們做 蘋果的晶片全部要他們做 你不要以為這麼厲害 華為的晶片就有台積電做 華為的晶片就有台積電做 中國做不到的 中國做到15奈米 只不過是 OLED技術 韓國有多少技術 是打到日本亡國 日本那麼厲害 日本人的精神是厲害到厲害 韓國真的不可其琴 尤其是現在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你不要看到這幾年 是楊小小的 他的增長都是在4%上 都是3-4% 但是他已經去到先進國家了 先進國家的增長一定是慢的 一的例外 全世界我看到 可以用半獨裁半民主機制 而搞到經濟這麼發展的地方 就只有港政叫新加坡 是沒有第二個的 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個 不民主的國家 可以進入先進經濟體 是沒有的 如果不是靠賣資源 進不了的 你上不到兩三萬元美金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那些人民不自由 就沒有創新入 新加坡是奇蹟來的 我告訴你 這個是新加坡的圖表 你要放這個 我有兩條線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新加坡有多厲害 新加坡 這條是8% 這條是10% 新加坡很長的時期 是10%以上 大半時期都是8%以上 這條插下去 就是1998年 亞洲金融風暴 這條線就是金融開銷 這個就是科網股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要留意一個特色 就是新加坡的經濟是相當自由化的 雖然它政治上不自由化 又好像香港一樣 如果你的經濟夠自由化的話 你是擺脫不到受國際金融影響的 如果你閉關鎖國 就可以隔絕了 但是它有它的好處 你和國際金融共呼吸 你可以 其實我不明白 我可以這樣說 等於張仰國發 如果你不融入國際金融 你根本是去不到兩萬元以上 因為你的資金 流入流出不夠自然 以及你是不可以發揮最有效的作用 就是等於你和國際在金融和服務業 建立一個霸佔中間 這樣 長遠來說 你能夠晉升到的地方是很少的 除非有一些出賣 文萊 這些是完全是賣石油的 是賣石油的國家 才可以不和國際金融接軌 其他任何先進經濟體 都和國際金融接軌 行同一套的accounting law 即是會計進執 差不多的商業法律 然後才可以達到這個 新加坡的情況 1960年的時候 它的GDP是7億 我一直數它的高幅度增長 數到1998年 37年 它是增長了120倍 如果我們從頭數到尾 數到2017年 57年 它是增長了450倍 在後面這十幾年 它是凌駕了香港很多 我們就增長不到這麼快 這個解釋 我是認為 這是我認為 它輸入外勞 和輸入人口 對它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建合了兩件事 第一 那國家就很小 國家這麼小 它可以當成公司來管 這是有理由 公司有個體積的 你大過八百萬人 這個就沒有可能 你就沒有人管得到 就是用一種獨裁 半獨裁的機制 但是它都是半獨裁的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都有民主選舉 不過它的新聞不自由 不可以說話反政府 這樣不可以算真正的民主 第二 你應該要撞到李光耀才行 你不要把李光耀和我們的領導人給你 我告訴你 李光耀在劍橋法學院畢業